你们的逻辑因为执政了三年多 慢慢已经有点失调了 举例来说嘛 我必须要 你必须看看这个数据 2017年 两岸之间贸易回升总值的成长率是14% 我们要谢谢小英总统 两岸贸易的顺差还是持续不断的 表示 表示若照刘世芳这个逻辑来去看的话 难道在蔡英文所管理的台湾 也被中国大陆给经济统战了吗 若照这个逻辑上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的这个成长率还是有的嘛 你什么时候把任何 我们要拼经济的这样的一个理由 全部把它打成统独之战 就让我想到我大学念政治大学 每次要办个五回 那时候还不被允许 所以跟教官申请一定要框上一个 自强爱国连环五回 你没有自强爱国 这四个字是没有办法的 你现在呢 拼经济 你没有统战 这两个字也没有办法的 只要是这个韩国瑜 或是任何国民党的人 有办法出去外面赚的钱 他就会告诉你 这是背后有很大的 统战的阴谋存在 阿共啊 透过这个方法 就是要让我们 非依靠他不可 这是一个总统不断告诫 我们彼此要合作 向外的一种心态吗 而且呢 我觉得韩国瑜每次提到这件事情 他就会非常的生气 特别是对于高雄的立委 他过去不断地呼吁高雄的立委 别人怎么样说 没有问题 但是我们高雄 我现在是在带着大家去做打拼 你们立委 本来就应该站在我的后顿 我们共同为高雄这一块区域 来给全民的高雄 磨得最大的福利 感谢观看